对于Chance来说是我们的情怀 是我们这帮老一辈低阶的情怀 其实我们知道EDM 其实很多的元素全部是来自于Chance 但是Chance我们称作为 叫电音界的交响元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独高斯贝电视 2018年8月18日 源自欧洲的世界顶级室内音乐节品牌 Transmission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圆满落幕 为近万名电子音乐爱好者 献上了精彩封城的中国首秀 就此我们采访了本次活动的策划主办方之一 也是Space Club的创始人罗聚先生 来谈谈他的感受 对于Chance来说是我们的情怀 是我们这帮老一辈低阶的情怀 因为他陪着我们从小 然后慢慢一步一步都是慢慢听这个过来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Chance 它不太像一个 我们所说的比较商业化的音乐 它更多 其实我们知道EDM 其实很多的元素全部是来自于Chance 但是Chance我们称作为叫电音界的交响乐 那更多的它是表现一个美感 那么它的制作难度也非常高 需要极致的舞美的配合 那么Transmission是我们在捷克领进回来的 那么第一站我们也去捷克去看了 那么第一次是确实把我震撼了 那么我其实觉得音乐节原来还可以这样 不一定是非要外面一个大草坪 然后一般人也不知在 在在在在在蹦什么 更多它是一个文化的符号 那么我们希望做一个 就是我们做小众文化吧 也好 还是我们希望去展现另外一个面 那么其实对于来说 第一个是情怀 第二个我觉得中国已经到了 我们需要一个精神市场的地方了 我们需要去展示一个不同的东西 去给我们的消费者 那他们去选择 音乐是最多样性的东西 我们说的 不仅仅我们觉得 我们也很感谢EDM 其实EDM把很多让很多不了解舞曲的 不了解这个文化的 带入到这个文化里面 那么更多的我们电影文化 宣扬的是和平 爱 基本都是以这个为主题的 所以说 那么它做了一个全民的普及 那么在全民普及里面 其实EDM 我更不愿意把它称作一种风格 而是一种统称 因为它叫Electric Dance Music 叫电子跳舞音乐 那么只要是电子能跳舞的都叫EDM 对不对 如果照这个说明那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在音乐多样化也包括Trance 我们看到的 那么还有House Bass 其实在国外 美国喜有美国人喜欢的音乐 俄罗斯有俄罗斯喜欢的 欧洲有欧洲的风格 那么澳洲有澳洲的风格 其实我们看这个 尤其音乐是无国界的 我们需要更多 更 就是我们说多样性的音乐去带给 我觉得我们的中国的年轻人 也慢慢的 不是说盲从 可能在我们小时候 可能很多是盲从 电视宣扬 周杰伦 大家都去周杰伦 对不对 那么现在的00后 包括我们也了解过 它有它很独立的思考的一点 就是它有非常大知道喜欢什么 我们也专门这次 比如它有罗马 都是有非洲的 那么我们这次也专门为中国 定制了一个中国 专为中国定制的主题 是秦朝 秦朝都有 就兵马俑 我们以这个出发 去做了一个中国元素的 一个专为中国去做的一个主题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 关于杜高四倍电视的有关内容 请务必关注我们的官网 3w.dukescopy.tv 或直接下载我们的app 杜高四倍电视 好 感谢收看杜高四倍电视 我是王一颖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